受到風災 打亂疏孕 金門航空站在經過颱風停飛之後 昨天一整天也都在持續消化 候補的旅客 金門航空站一早就兩百多人 候補登機 受風災延遲行程的旅客 不少 日敲發生一名旅客 疑似酒後不耐 持塑膠椅 砸向櫃檯意外 利用航空聲明 絕不容許任何傷害員工 及作業安全行為 對於不理性的暴力行為 會依法處理 而因凱米颱風席臺停駛四天的 東港琉球交通船 二十八號 終於復始 一早東港碼頭 就擠滿了人潮 受外環流影響 海上仍有長浪 給予安全考量 慢速行駛 航行約四十分鐘 天氣放晴 臺鐵出動機具人員 再度前進崇德河仁肩 崩路下的土石高度已經快要跟電車線一樣高 估計有兩萬方土石需要清理 原本預計二十九號搶通東陣線 將延後五天到八月三號 因應東部旅運需求 航港局協調新台馬輪 即日起連續三天 每日一班往返蘇澳港與花蓮港載客 上午順利輸運五十二車三百八十六人前往花蓮 下午返程則有六百多人幾乎客滿 凱米颱風遠離 緊接著又有低壓帶接近臺灣 氣象署評估 週一到週二又會有局部大雨 也不能完全排除再有颱風生成 記者有綜合報導